上一集讲读了一个清晰明确的概念的重要性 因为人们倾向于逃避不知道明确定义的事 就像我们说的财务自由 很多人认为财务自由就是贼有钱 那问他贼有钱是有多少钱呢 他说反正是很有钱 想买啥就买啥 很多人就是模模糊糊的认为需要多赚钱 然后就模模糊糊的去努力 但是仍然会感到经济和时间的压力 你让他多看看书或者看这视频 或者参加一次研讨会 那他会说那是鸡汤 或者是觉得给他洗脑 这样会造成很多人的生活是很可悲的 实际上也很可惜 当然他们有些人最后还是能够很真诚的表达自己感受的 有时候我会问到人们 你究竟想要什么 你得想清楚 他一脸的茫然 我深度接着问你为什么活着 他会告诉你是因为不想死才活着 实际上一个人的思想混乱倒不可怕 因为我曾经经历过很漫长的思想混乱的时光 最可怕的是他会让自己错误的念头和消极厌恶的情绪占据自己的大脑 我们前面讲读了一个东西最清晰最准确最正确的定义的重要性 就是因为在锤炼这个定义的过程中 你就会像洗手和洗澡一样把脏东西洗掉 锤炼一个定义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清洁 你会在这个过程中剔除掉别人给你的错误观念所带来的污染 也会剔除掉自己不好的一些思维习惯 如果你非得认为说去除这些错误的思想 错误的思考习惯是洗脑的话 那我认为它是你个人卫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甚至比你洗手和洗澡还要重要的多 有的人是很爱思考的 说爱思考是好事啊 但是如果思想混乱的人还爱思考 真的是很糟糕也很麻烦的 那学习就能够让我们有清晰而且正确的概念 这个是一切思考的基础和基石 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有智慧 几乎可以凝念成两个条件 就是他有没有足够多清晰准确和正确的概念 且概念之间有没有清晰准确和正确的联系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正确思考 一个人的成功除了要有清晰的概念 比这个更重要的就是一个人要有信念 他要对未来有一个清晰的愿景 要对未来有信念 要对自己有信念 看书能够把自己的负面思考 转变成正面的一种思考 清扫大脑里面的一些消极负面的垃圾思维 逐渐培养出正确的积极的思考方式 才不会像很多人一样像无头苍蝇一样去飞行 我们书友会希望用15年时间带动1亿人读书 改变思维 思考致富 和1000个家庭共同实现财务自由 快来加入我们吧